各位观众,心事台很高兴 今天我来到吴彦医生 骨科专科医生的地方 想问一问请教吴医生 夏天大家都知道 很多女士们都会穿一些 见到脚趾的鞋子 我有时留意到 不知为何有些女士的脚趾尖 五只脚趾抱着一堆 像漂亮的高跟鞋的样子 我有个问题,这件事是否正常 是否鞋夹到这样 是否配合了漂亮的鞋 是否好事 当然要问吴医生 吴医生,多谢你 多谢你的时间 是什么情况 脚趾浸了一堆,尖了 是否漂亮一点 还是好不好用,有没有问题 是否病 其实脚趾不应该尖 大多数是因为帽子 他最早向外倾斜 起了所谓母子外翻的情绪 我明白,正是这样 吴医生 脚趾了一堆 为什么叫外翻 不是这样 哪里有内,哪里有外 这是向人的外面 是否叫外翻 对,很明显的 就是病人的脚趾有帽子外翻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他的帽子向外 身体的外情倾斜 还有一个典型的变状 就是他有肺骨 我们称为包制骨 包制骨 要凸出来 对,不漂亮的 除了不漂亮之外 他在用途方面有没有问题 他是不是正常 还是平时生活上有些不方便 或者有问题 不过母子外翻 不只是外观的问题 还有功能的问题 就是因为人类的脚 有特别的用途 就是要走、跑、跳 然后那里的泥 大多数都是在前竹那里出发 然后脚部 母子是最主要、最重要的部分 来出力的 出力的 出力的 如果你看脚的模型 你都会看到 母子的骨是特别粗的 大手要 要发力的 对 他要受力 和出力最高的地方 但是 母子外翻 一旦有的话 就可能 不可能 一定会 开始破坏 母子的功能 这样前之下 患者 都需要走 在哪里走 就开始需要 用外面的 小的脚趾走 这些小的脚趾 就需要非常 用力的 所以 后面 都会形成了 爪子的问题 米森先生的意思是 本来这脚趾是最大力 最多功能的 但是因为它已经歪了 就没有了力 那就用小脚趾去帮忙 那就糟了 因为小脚趾是小一点 就形成了这些小脚趾的问题 对 很正确 同时 又是需要走在外面 所以 脚板 都有很典型的枕 发生的问题 我想问 如果这些是我们日常见到的问题 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女生多过男生 我少见到男生有这些脚型 这些问题其实是天生 还是 是女士师 有 还是不是 你穿高跟鞋就有 是否穿高跟鞋就有 又不是 是 她的 气阴的话 我们要知道 她的拇指外翻 的脚 到底脚步 怎会是正常的脚 变成拇指外翻的问题 大多数我们都知道 变成拇指外翻 但是 拇指外翻的原因 又不是她自己 拇指出了问题 是她的外翻是受到 我们所谓的第一者关的影响 第一者关是因为支撑人带不够强 所以便容易一些 每天走路甚至跑潮之下 受了 过多个泥就开始松弛和移位 即她的印带本身的力是天生软一点 加上她的步支 或者她踩踩踩踩踩不够力 便会拇指 是否这样形成 是的 其中一个 母主外翻的成因就是 因为天生的印带可能不够强 不够强 然后 后三 她在河天 她可能会出现第一枝刮 移位的移座 移座位之后 我们便看到包製刮 母主开始外翻 那又是否是女生多一点 我看到 其实不可以拇指 靓靓跟跟鞋 是自己的印带不够力 亦是一个情况 是的 很对 平时 世界上各个地方 母主外翻的玩者 大大多数 都是女士 甚至高度是90% 90%都是女士 所以我们2009年 director og시간 他要向他合作 台湾资金 香港做了一个特别判 claim 因为 前 rack 大多數認為高尊駭是一個很豬油的英雄 我們也知道維權是一個很重要的英雄 所以我們訪問過了1000個香港華人女士 其中幾乎385個 反折症都有摸著環犯的情況 如果我們問他們有沒有這個家族的歷史 大多數80%的患者說自己家裡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代表維權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當然大家都認為高尊駭是一個主因 同時我們也訪問他們平時 有沒有穿高尊駭的歷史 但大多數80%患者都沒有穿 如果大多數的患者都是女士 然後腳的問題不是因為穿高尊駭 到底是為什麼他們會賺大多數的患者 就是因為男士和女士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除了不穿高尊駭之外就是荷爾蒙 類似的荷爾蒙我們也知道會幫助 第一個就是女士的關節身體都比較軟 前之下人帶支撐腳的人帶都比較軟 所以買軟一點也有很多產生這個問題 所以我明白了 原來除了是天生有家族市外 女性更柔軟一點 加上她又不可以把所有的靈駭 好開心一點 否則比較藉口不能買靈駭穿 原來一些軟組織軟一點又有家族市 加上自己又柔軟一點 就會形成了腳趾外翻 腳腳不漂亮的情況 好不太划算了 女士天生又軟 朱先生我都要補充一下 雖然高尊駭不是主手 但她都是對腳有點不好 隔力的影響 然後不管怎樣 腳有沒有受到高尊駭的破壞 都是不舒服的 因為高尊駭不是很直 沒錯 我們靈駭也要拿出來穿 但不要穿那麼久 要平時適當時候 要舒緩一下腳的情況 如果我在這個情況下 我知道了 終於明白了 多謝我們知識上的風盛 我們會知道自己怎樣選擇 平時來說 我已經死了 我的腳已經變形了 或者有一點外彎的情況 我們的治療有沒有補充 可以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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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但是刮是大了少許 沒什麼問題 然後 之前的帽子就開始傾斜了 今晚前之下 你都看到前竹都負了 就是 穿鞋那裡 就搞得鞋 大一點 都不夠負 因為都搞得很窄 然後 最近是愈來愈差 就是因為 摩診外反應問題 跟人體不夠強 所以腳的關 開始以為 好像散了一樣 就愈來愈嚴重 吳醫生意思是說 他不能自己治癒 就算我穿平底鞋 我穿球鞋 有這麼闊 他都會愈來愈差 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 不可以不理他 是 處理就如中共一般 絕對證下 TIRE 所以我們第一步已經了解 就是 摩診外反應問題 出現骨urai 然後整個腳的結構 好像散了一樣 然後 分離膏經常見到的想法 就是把帽子押回直一點 這樣可能輸人一下 晚間的狗猿型也是一樣 暫時夾著它 晚上睡覺夾著它 對 起碼可以減慢帽子押回的情況 但是我們都了解 帽子押回是因為第一者關鬆了 甚至你把帽子押回直一點 阻止不了它鬆 所以所有帽子違反非手術治療方式 暫時只希望減慢和減少同腐處的情況 鞋子當然有幫助 因為剛才說腳趾骨好像散了一天 需要有鞋子支撐 但鞋子不是在街上買得到 一定要請教醫生在醫生配 是 鞋子也是根據毛鑽子押回問題原理 你做的就是 毛鑽子押回的骨子掉下去 散了 兩個鞏位的地方需要支撐 每個人有兩個鞏位 就是在前面這裏和側邊的扁平竹那裏 兩邊都會受到毛鑽外翻影響 都會平低 即是有扁平竹 腳趾右外翻就會一起發生 軟組織 經常是這樣的 但是最實際的處理方式 就是幫助減少銅柱就是在那裏 要減少銅柱是比較舒服的 比較舒服的一定是符頭一點 然後軟身一點 還有底部好一點 OK 之後馬力治療 或者吃那些消炎止痛藥 都有幫助 起碼是減少銅柱的症狀 如果需要補壞 明白 還有什麼方法呢 除了非手術 好像又是治標又不治本 怎樣可以令到病者 可以一次過搞定這些問題 如果好像剛才說的 毛鑽外翻是一族惡化的症狀 有可能摩住懷 會令到患者感覺 OK 接受不了 是因為同處 或者要改變生活方式 但是都是要看做不做手術的決定 當然是病人自己的決定 因為他們是對他們的腳最熟悉的 他們知道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多多 以及同一個情況如何 如果他們真的治療不了 唯一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要做手術 做手術的原理 就是根據毛鑽外翻的基本問題來處理 就是如果基本問題是 第一 借瓜 移坐位 最基本就是要將它拉席 放席整個位置 就是拉進去 拉進去 才會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 對 毛鑽外翻的手術都有很多種 現在最傳統的 最上級的手術方式 都是需要刺骨的 原理就是 外面看到 跌得出來的骨頭 對 骨頭 對 骨頭骨頭 拉進去 對 拉進去 然後現狀就改善了 對 直骨頭方式也有很長的離子 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聽起來很痛 這是X光片出來的 對 這裡是幾個離子 是直骨頭的 螺絲釘碼著它 對 截斷後要穩定它 就是釘 或者是鐵絲 或者是螺絲等等 還有其他方法呢 除了直骨的手術方式 還有選擇就是非直骨的方式 原理就是 第一 直骨我們需要將它拉回直 但是未必一定需要截斷它 因為它本身 移到位之後 其實問題就是它太鬆了 鬆 鬆鬆 如果它真是鬆的話 很簡單 我們可以將它和隔離的第二者關 綁在一起 它就 緊回 直回 拉回直 拉回直之後 然後呢 都要有方法來穩定它 這樣的話之後它不會再腐乏 就是這個營帶連下屬 就是可以是縮後身體會自然的 這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就產生一些 那些纖維組織 來連下第一和第二的脊骨 這樣就可以預防第一脊骨再外翻 對 再掀斜的情況 這個聽起來挺舒服的 其實有沒有一些影片可以看看 好的 第一個就是 這是一個比較 之前雙腳都是第一脊骨 掀斜 產生無轉外翻的問題 所以就可以用植瓜的方式 或者是非植瓜 非植瓜的分別就是 第一脊骨不只是拉回直 還有這裡有一個營帶 三分 保持穩定它 聽到嗎 沒有之外翻 那個少數的 用途 不知道是為了外觀 靈了 但是一定要 可以幫助腳 做回自己最基本的用途 就是它行動的功能 這樣說 測量的功能 就需要一些比較先進的 貨號的方式 其中一個方式 就是用電腦掃描的方式 可以探測腳板 受力的地方 行動時是哪裏受力 十多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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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染之下 有正常的 就是剛剛說 紅色的地方 就是代表腳板 行動時用力最多 意思就是腳趾 腳中間的大塊肉 就是最受力 就是剛才說 這是拇指的位置 是拇指的 因為 好像剛剛說 抓地 差不多是把整的泥 都是出於這裏 正常的 是很典型的 然後 摩診外方的腳 就很典型的 摩診 這裡也沒有多泥 沒有紅色 反而紅色的 集中是浸枕的地方 難怪那些人生浸枕 厚了 又痛 是痛 用不適合的地方 出來行動 這是手術前手術後的 是 這是手術後 這是手術前 又是我們剛剛說 手術不是為了最靈 我說是靈 但是功能 一定要幫得到 現在我可以給你 手術的理智 就是 我們左邊就看到 這個手術前 手術前 有腳 又是有 很嚴重 摩診外方的問題 X光片就看到 真是第一隻光 鬆左而左位 才會產生摩診外方 甚至影響到第二隻的情況 那隻腳的力也是 看到沒有力 是的 比起左腳和右邊的分別 然後做完手術後 外股肯定是進步了 還有X光也會看到 這裏的位置 所以第一隻刮腳的位置 希望永遠的保持得到 我想問吳醫生 我記得兩隻腳不一樣 差那麼遠 有些人是特別的 左腳容易 右腳容易 如何分別 還是一出就是兩隻腳一出 我看到這隻腳比較重要 其實實際上 大多數患者都是雙腳 雙腳也有問題 只是小屬 可能只是20%的病人 是單邊 單邊不一定是邊邊 因為軟組織是軟 其實兩隻腳都軟 可能自己用力 或者遷就了姿勢 令到有部分特別惡化 都可能 或者因子也有左右 左右因子 明白 如果做了兩隻腳就做了 以防萬一 都不是這樣的 真的有問題才做 是的 這些都是病人會提出來 他們在某種情形之下 他們的要求是如何做 預想解除這個問題 這樣就可以考慮了 第二個例子 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這個病人 差不多是十年前 做了椎瓜手術 X1可以看到 然後他又腐化了 你看 又差了 是 第一 第一 第二 椎瓜空位 又大了 又大了 是 右邊都有這個問題 可以知道有非椎瓜方式的話 可以就考慮了 選用非椎瓜方式 是的 我們跟他做了之後 都看到左邊都是第一椎瓜拉近了 還有右邊改善了 改善了 改善了之後 外觀亮了 還有功能 其中的 枕 都是小了 就是 力的分量 在那裡都可以看到 原來可以用受力的地方走 都可以改變到 在帽子那裡 明先生 我知道 做折骨很痛 好像我們跌損骨 斷骨 裂骨 包住了 幾個月不能動 這個手術好像沒有折骨 對病人在手術後 即時的感受是怎樣的 因為非椎瓜手術不截斷骨 就好像沒有普通的骨 沒有截斷骨 痛的情況就少了很多 而且 即沒有那麼痛 是的 差不多都是 平時做手術的傷口 痛的感覺 差不多一天之內 就大多數都是少 即痛楚會短一點 因為椎瓜要很久復原 幾個月 但如果沒有折骨 痛楚的感覺就沒有那麼久 好像有個傷口 都會弄傷傷口也會痛 但痛楚很快就會復原 對 這個技術真的不錯 感覺上對病人手術後的感受 可以繼續做漂亮的高跟鞋 還有布脂各方面 是否下床走不了 如果我做手術就很明顯 斷骨就不能動 會綁住 他做完手術後 有少許傷口 他走路 何時真的可以用腳 做完人體連合屬之後 因為腳到第二天 就沒有那麼痛 我們都給病人試 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我們要限制 每天的限量 每天的限量不多 比四千五千步 因為身體要刪出來 全身的人體 是需要時間的 如果身體還沒刪出來的人體 但你走很多可能會拓壞我們的手術 要多久 要給身體 生人體 就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三個月你都行得 就是要小心 那已經很好 因為做完折骨手術 例如人們一般斷骨 裂了骨 睡床 不能動 幾個月 原來可以一直走 不要走那麼多 也不會 但是慢慢地復原 復原後 我看到剛才的理工大學研究 正常回復 人的感受會好一點 這也很重要 除了漂亮一點之外 漂亮也重要 這可能排第一 但功能上也很重要 很多謝吳醫生 多謝你分享 原來有這麼好的東西 我們在街上見到美女 就說你的腳 應該可以有很多方法幫到你 可以介紹她 看看我們《心事堂》的節目 就發覺有好的方法 多謝吳醫生 多謝你 這個認識很重要 多謝